各位朋友好,歡迎收看QueenGay廚房 今天我們一起做一個小食 如果你約了朋友三五支一起看球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們今天一齊來做Nachos 墨西哥粟米片評判 起油鑊,鑊燒紅,加一湯匙的油 然後將剛才的洋蔥切碎 放進去爆香 跟手加上免治牛肉 盡量炒開 加一湯匙的紅酒進去牛肉 幫助牛肉炒開 開始到現在都可以用大火炒 炒大約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將調味料加入 調味料方面有二分一茶匙鹽 辣椒粉一茶匙 紅椒粉半茶匙 黑椒粉二分一茶匙 砂糖一湯匙 和自然粉最重要一湯匙 炒好 炒均勻調味料和牛肉 盡量將肉炒散 之後我們跟手加入半杯水 大約炒三分鐘 炒了三分鐘 我們蓋上蓋再烤它三分鐘 確保所有肉類都煮熟 开盖搅拌均匀,然后关火备用 做好了肉,就可以准备放在表面的蔬菜 牛油果切粒,番茄,青辣椒,葱,洗净后切碎 预备好1磅的麦西哥粟米片,倒在一个大焗盘上 再撒上刚刚煮好的面子牛肉 然后平均撒上1磅的芝士碎 预热烤350度,我们烤它大约2-3分钟 用芝士就可以了 拿出来,我们淋上现成的芝士酱 芝士酱最好用微波炉打热一下 再加上我们8盎司的酸奶油和刚刚所准备的蔬菜 尽量把蔬菜放在中间位置,这样就不会弄淋我们其他粟米片 之后灑上几粒冲花作为装饰,就可以给大家一起享用了 只要花点心思,就可以把很多现成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厨艺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个墨西哥粟米片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